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今天我们来讲讲NFT里面的OG项目 史上第一个投像系列PFP的NFT CryptoPunks 废话不多说 Let's go Are you guys welcome back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节目有点帮助的话 你在下面点一个赞 下面赞点烂 好吗 今天我们来讲CryptoPunk CryptoPunk大家其实玩NFT的人 都是非常熟悉的 是有历史性 然后有地位 对吧 然后现在其实也是每个人都是 很多人都是最终目的 玩NFT的最终目的 都是想要一个CryptoPunk 在自己的钱包里 为什么CryptoPunk这么重要 很多人为什么喜欢CryptoPunk 对吧 我们今天来好好解析一下 CryptoPunk它是一个以像素生成的 有trade有属性的 这样一个投像系列的NFT 它在17年6月份的时候 有两个加拿大人 一个叫Matt 一个叫John 这两个人 所创作出来的 这样一个投像类的NFT 他们也说了 他们就是说 他们在创造CryptoPunk的时候 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头像 也没有觉得这个是干嘛的 对吧 所以当时创造出来的时候 只是觉得有可能这会是一个 Digital Asset等等这样一个东西 17年 那个时候是很早 没有人去关注NFT这一类的东西 恰恰是那个时候那么早 也造就出了它的一个历史性 它又是历史上面第一个 因为这个是无法改变的 对吧 第一永远是第一 后面的人是永远无法去改变的 它是一个24pixel乘24pixel的 这样一个头像 里面的话有非常多的不同属性 有稀有的有不稀有的 所以大家的话可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好好去研究一下它这些属性 Punks的话 我们要现在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要去哪里买呢 Punks的话它有一个专门的网站 大家要知道这个网站的话跟其他的NFT交易不太一样 它不在OpenSea上交易 因为它的合约其实是跟现在的12c721的合约 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它有自己的一个交易平台 然后在自己的交易平台里面是没有手续费的 就是纯零手续费交易 你只用付它的标价跟期费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CryptoPunk的主页 叫CryptoPunk Star App 然后下来的话 就是它整个CryptoPunk 就是大概差不多这个样子 现在我就不多介绍了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CryptoPunk 如果在这个业界里面 这个圈里面玩一两个月 都应该知道这个项目 大家看一下这边很恐怖的 就是说在头像类里面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项目 包括BAYC 单价成交量能超过CryptoPunk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史上第一名 最多在22年的2月12号 好像数字也比较特别 8000的以太坊 以2300万美金成交的一个Alien 外星人 这个外星人是非常稀有属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前10名的话 不是外星人就是猴子 要不然就是僵尸 对吧 这些就是外星人 这些就无用之一就是猴子 绿色眼睛嘴上滴血的话 那就是僵尸了 对吧 所以它有自己的属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什么2000多万 700万 700万 400万 300万 700万 200万 这个10 million 对吧 10 million 它这个里是以以太坊的数字来标价的 但是它在后面的美金 就是记录了当时以以太坊的价钱 你购买的时候是你的USD是多少 所以你能看到 它在这边700万以后是200万 200万以后又变成1000万 大家可以看这两个是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 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在2021年12月份买的话 2500个以太是10 million 1000万美金 它买了这只猴子 仅仅过了半年 在2022年的时候的7月 你就2500个以太就变成200万美金了 超级夸张 对吧 所以看一下 就是说你半年你缩水了将近80% 800万美金没有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话就是Recent Transaction 然后你进到这里边的话 你就能看到现在正在卖的 就是哪一些Curtal Punk了 你知道钱包里面小户里面有以太 然后你直接点进去这个东西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的形成 这里面形成购买 就在这个网站上形成购买 当然的话你在这里面也可以去Bit 如果你想进价的话 在这里面进价也是可以的 OK 我们先聊一下 就是说它为什么这么贵 对吧 它现在地板的话也差不多678个以太 差不多70个以太 它为什么这么贵呢 其实说实话 它从一开始17年的时候 Mint的时候 是完全一个免费的形式给大家Mint的 当时的话就是说你免费 你只要花个期费 你就可以把Crypto Punk放在自己的口袋里 你完全不要花任何的钱 对吧 它包括在2021年之前 基本上地板都是很低的 基本上地板差不多 也就是差不多一两个以太左右 就在2020年年底还都是这个价钱 完全没有钱 就2021年整个NFT风潮起来以后 它才开始变贵的 它也一开始是最贵的 一开始起飞的一个项目 因为它是已经现有了 又有历史 而且在市场上已经流行了很多时间了 一开始的时候 由于是免费 也有很多人去Clean 包括很多Influencer 包括Pranxie 包括Dave Dave 包括Sea Face 这些人都开始手里面 都是有非常多的Punk 对吧 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说 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CryptoPunk的早期 包括这些holder 这些人群 它其实跟其他的社区的人群 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需要早期的 是Punk的holder情况的话 你必须要很早很早 就在Crypto世界 已经谋法滚打了 而且你在Crypto世界 谋法滚打的时候 你有那个时候 就有意识去买Punk 或者是CleanPunk 对吧 这个是一个非常意识 比较超前的这样一个行为 所以我认为 就是说早期的这些Punk holder 他们都是Crypto大佬 因为17年的时候 大家知道以太坊在多少钱 对吧 现在以太坊多少钱 所以这些人 我觉得他们其实都不缺钱 都早已经财富自由了 根本就是有 卖Punk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无所谓的 所以你能看到 很多人现实里面 还是有好几百只Punk的 早期Clean 完全没有卖过 就是因为他们的成本太低 导致于现在 Punk也是在 对他们的持仓来说 可能就只是一丢丢 也不是很多 对吧 所以这种人 在Punk的holder里面 太多太多 他们不care这些东西 他们只是把Punk 当做成一个艺术品来收藏 这就是Punk厉害的地方 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到现在 没有任何的公司 给他任何的赋能 除了LoveLab 在2021年的时候 空投了一波米bits 之后就没有任何的东西 之前也没有 所以他完全是靠一个市场的共识 来把他的价钱来到 就是拖到现在 就是说去支撑市场价的 所以他市场价是非常硬的 对吧 他上一波牛是最高的时候 炒到过150 150那时候我也在 就是说很多一些中国国内的 币圈大脑进来了 那个时候进到 只要是进来了以后 每天红包发的 真的是一个叫一个夸张 到150以后 以后crash 下来了以后 最低到到去年的 差不多六七月份 最熊的时候 cryptopunk低到50左右 50左右 现在的话又起来了 到差不多70多地板 就是说他这个价钱 基本上现在是非常硬的 而且共识是在那 大家买他并不是说 ok 因为我需要Yuga 以后给他空投 或者什么 没有的 对吧 Yuga给不给他空投 我们之后再继续想说 他在2022年去年3月份的时候 LavaLab就是他的母公司 把MiBits 还有CryptoPunk 一起打包 卖给了YugaLab 那个时候 包括了身上400只的Punk 也是 也是part of the deal 也是转给了YugaLab 所以YugaLab的话 现在身上有 差不多400多只Punk 对吧 YugaLab买了以后 他没有急着去 介入到Punk 整个这样一个 生态里面 他是想看Punk的 这些holder和 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因为说实话 Punk的community跟holder 跟BYC的community 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就是想听Punk的community 他怎么看待Punk这个东西 包括Garga跟Gordon 这他们两个人也有Punk 对吧 所以他们就想听一下 他们是怎么样对待这个东西 他们了解了几个月以后 发现CryptoPunk里面的holder 他们并不想要任何的赋能 他们就是想把它当作一个艺术品来收藏 或者当作一个艺术品来trade 他们也根本不想让CryptoPunk 去进到元宇宙里面 他们就是想把它变成一个很classic 很经典的这样一个历史上的 一个头像的PFP的NFT 就仅此而已 变成一个艺术品 以后直接进museum跟拍卖行的 这样一个路线 所以他们也是尊重这个路线 所以他目前为止 他的态度就是说 之后也不会给CryptoPunk 有任何的赋能 它就是一个艺术品 艺术品不需要任何的赋能 它就是根据共识 然后来根据市场来作为trade的 所以之后我也不觉得 Yuga会给CryptoPunk 有任何的赋能 会作为一个艺术品 之后到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展览馆 博物馆 乃至于各个不同的拍卖行 都会有CryptoPunk的身影 我觉得其实走的路线是蛮好的 因为我也是CryptoPunk holder 所以我比较也是倾向于走这条路线 因为我觉得CryptoPunk 它根本不需要任何公司的赋能 这样的话才是路走的更长更远的 其实说实话 Yuga公司成立到现在短短的两年时间 我不知道Yuga之后还会不会再过10年20年乃至于30年 会不会有Yuga这个公司 我们现在也没有人知道 对吧 但是也没有人敢保证它20年30年后还会有Yuga的存在 有可能再存在 有可能不存在 所以如果没有Yuga持续给一个项目赋能的话 这个项目还会不会持续的增值 对吧 这个我不知道 所以买CryptoPunk我最放心的一点就是说 我不管Yuga之后这个公司还在不在 20年30年后在不在 CryptoPunk作为一个艺术品还是能一直的流传下去 还是能一直的会有共识在 会一直会有人去买会一直的去升值 这是我买CryptoPunk最安心的一个地方 对吧 我可能把CryptoPunk之后留给我的下一代 对吧 变成一个传家宝一样东西 其实都有可能 还有一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它更纯粹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CryptoPunk一开始买的这些人 都是Crypto大佬 都是圈内人在买CryptoPunk 就是因为它更纯粹 因为它的包括它NFT本身就是存在链上的是onchain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其他的包括BYC的一些绝大部分 我可以说现在市场上99.5%的NFT都不是onchain的 都是在IPFS 就是说在一个服务器上面把他们的图片所存上去的 而不是纯粹的onchain在blockchain上面的 但是CryptoPunk是更做的更纯粹一点 它是onchain的 所以这个也是得到了很多这种大佬 Crypto大佬 币圈大佬喜欢的这样一个原因 CryptoPunk的未来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它在未来的话 Yuga其实说实话 它现在并没有给CryptoPunk去征收Royalty fee 就是它这个手续费 所以它现在还是更纯粹的买卖 都全方没有Royalty fee的 但是其他的Yuga东西都基本上是有Royalty fee的 所以Yuga基本上不会在CryptoPunk身上去赚太多钱了 因为每一个transaction它是没有手续费的 所以我觉得Yuga它也是 我觉得Yuga这一点做的非常大气 它还是尊重了Punk的community社区的这样一个意见 就是收入放在第二还是尊重了社区的意见 继续往之后的方向走的话 那肯定是 我觉得Yuga也会非常的积极去push这些CryptoPunks 会到全世界的比如说一些博物馆 或者是做一些展览这种东西 包括YugaLab现在也用自己的CryptoPunks 去做一些展览等等这些东西去做一些推广 它都有做在做这些东西的 而且现在CryptoPunk它的这样一个leader叫Nora Nora它现在之前也是做拍卖行的 对吧 所以它也是拍卖行的经验非常多 connection也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CryptoPunk之后 都是会走去博物馆拍卖行这个路线 真正是作为数字艺术品来作为拍卖和收藏的 所以我也是非常看好CryptoPunk 一个长远的这样一个增值属性 我想知道你们的想法 你们觉得CryptoPunk未来到底是怎么样 你们怎么看待CryptoPunk这样一个历史性这么强的 然后完全没有负能 纯共识来支撑起来的这样一个价格的市场 有一个NFT 我想知道你们想法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今天节目的话 如果你觉得今天节目对你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一定要在下面点个赞 把下面赞点赞好吗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一定要订阅我频道 打开那个小铃铛 所以你不会再错过任何发片和直播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了 拜拜